凌云出道急爆红,新剧表情浮夸,事业高开低走,周星驰也就不了。 凌云出见这个名字时,韩国的少女时代成员凌云而正当红。 凌云这个名字,有着明目张胆蹭热度的主观意图。 尽管我努力想找到凌云的优点,但是,我依然觉得,凌云能被周星驰选中做女主,真的是走了狗屎运的。 在综艺节目《国家男闺女》里,有打电话缓解,凌云打给了周星驰。 一番对话后,嘉宾发现,凌云与周星驰宛如数十多年的朋友,轻松地互开玩笑。 凌云爸爸对节目组说周星驰很照顾凌云。 近日,凌云在新剧《蜗牛与黄鲁鸟》中的一张表情动图因热议,有不少网友认为她演技浮夸, 这张图,加了厚厚的美颜和滤镜,但是依然能看得出凌云眼巨宽和一笑就破功的表情管理车祸现场。 性格孤僻的周星驰,难得有这样一位忘年娇的小朋友,和凌云的私交也很好。 新爷的粉丝们对孤独的周星驰爱莫能助的关心,或许可以通过凌云得到一丝安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